这幅壁画在沙巴发生理事5.9规模地震之后就被画上 当时还有许多民众到这里哀悼也送上祝福 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 这个神山英雄壁画今天也被画家删掉 画家哈罗德说 依照传统习俗在七天的哀悼期之后 民众不应该继续悲伤 所以他们才会刷掉壁画让民众重新振作 民众也自动清理现场留下的鲜花 留言卡片和蜡烛等哀悼物 此外在壁画被刷掉之前 背着新加坡小男孩下山的神山英雄壁万 就出现在壁画前 据知他是受到媒体邀请拍摄纪录片 完成拍摄后他就离开